青州已過 冠崇山 高朝祝福遼寧艦11歲 生日快樂 陸媒驕傲慶祝賢號為16的大陸首艘航母 遼寧艦的高光時刻 2012年正式交付至今 大陸已經邁入三航母世代 網路先前廣傳大陸軍事迷拍到 大陸第三艘航母福建艦煙囪正在冒煙 一位已經開始測試動力系統 為海事做準備 三條電磁彈射軌道的施工棚 除了已經拆除 目前還正在甲板化線 因此外界推測福建艦將展開航行試驗 卻時間預計最快在大陸11國慶前後就会出海 展開航行試驗主要目的在於 检驗福建艦在實際航行狀態的各項性能 包括穩定性可靠性協調性等 艦載電子設備通訊資料鏈雷達也會需要檢驗 尤其是艦載武器裝備 彈道飛彈魚雷箭炮火箭彈等系統全部都要實際操控 發射才可以檢驗其性能 預計海事重點將著重於電磁彈道技術 如果一切順利福建艦將在2025年初正式服役 將福建艦和大陸第三艘航母山東艦相作比對 大陸軍事迷點出福建艦面積明顯大於山東艦 可以搭載大陸空警600載內更多的固定型飛機 預計值20和其他預警機也會上艦 大陸海軍近年全力造艦 速度之快被外艦形容如下角子般 除此以外大陸太空人也持續深化航台研究 面對大陸在軍事上的野心 美方正是解放軍所帶來威脅 美國太空軍作戰部長薩茲曼向路透表示 美國太空軍已經針對和大陸建立熱線一事 進行內部討論 就是要防止太空危機 接著總和報導 优优尼